那接下来我们看看Live就是什么分组游戏 来老师看一下吧这里 这里个影片你可以看一下 我们得开观摩一下影片看一下 我来播放一下 我声音要给你呢 我来换一下方式投影 我希望老师能够听到那声音的效果 我现在用分页 分页才有办法听到他的声音 来我来播出去 我暂停一下 就是一开始呢要先什么 一开始分组分组可以自己分 你可以你分哦 分组好像这个是什么 有四组你看到吗 我们全版假设有四十个人 每十个人一组 四十个人太多了 那答题的进度出现在这里哦 老师可以看见 那这是第一组的 第一组的同学 这是第二组的同学 不一样的 像这里有十二个答案 标准答案在这个人手机里面 第一个答案 这个 所以呢 同组的要在一起 所以要一开始要先分组 让同组小朋友先凑在 你是什么队 我是狮子队 你是老五队 所以大家先聚在一起 然后把平板放在自己的那边 那题目出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题目 答案呢 再讲一遍 答案只有在其中一个人手机里面 或平板里面才会出现 那如果你乱打呢 乱打你的这个点 会回到最前面来哦 所以一定要分组合作 大家一起合作 来完成这样的任务 我们把它看一下 这个 Oscar那个 这个 答案是这个 这个图是墨西哥的 没有 这个 墨西哥的这个 墨西哥啦 这个 首都的这个 其他答案都没有啊 有些是没有哦 好来 那我们就把 不把它听完 这个 那这个 就我们把它结束掉 这个 这个是他的合作 学习的地方 就是这个做合作 学习 这个做合作 学习